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开始练menu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站不住的 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完全可以找一面墙 或者找一个可服的一个物体 然后我们就把脚位站好 站好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练习像这样 稍微这样的控制 这样的控制 刚开始练的时候基本控制不稳 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有感觉以后 我们就基本可以踩稳了 这个大概需要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吧 我们就可以踩到像我这样的稳 如果你的肌肉反应还有运动基础比较好 那很快你就可以做到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脚位的问题 我们的脚正常滑的时候是踩到这里 对不对 正常滑形的时候是在这个脚位的 但是我们要做menu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脚位是属于像这样 我们后脚的位置基本还是贴近膀尾不动的 但是我们前脚稍微向中间错一点点 然后当我们起来以后 我们起来以后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脚 看吧 我们前面的脚像这样一点点 而不是说平整的 平整的一开始会很难找着感觉 我们稍微让它斜一点点 这样更好抵住这个力量 像这样 抵住它 然后我们就可以前后脚来为交错发力的感觉 然后来控制这个平衡感 然后更多的我们是后脚会很累 我们后脚练时间长了 这里会很酸 没关系 酸了以后我们就休息休息就好了 然后我们还需要我们很好的核心的力量去掌控它 慢慢的练 一点点它就能掌握 当我们可以扶墙控制到一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地面去一点点的尝试不扶墙的一个训练方法了 这就是咱们下一步 我们在地面练习像这样的一个起范儿的一个动作 这样起 控一下 起 控一下 起 控制一下 起 控制一下 慢慢的去找 就是找着我们前后脚一个发力的感受 起 控制一下 起 控制一下 随着你练得越来越稳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次你起来以后 你的后脚和前脚都有互相发力的感觉 然后慢慢的 不行 在做manual的时候 只要一说话就很容易掉下来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训练的方法 它没有特别多的复杂的要力 更多的就是我们要付出很多的训练的时间 去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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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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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你们银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